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原来说过 莫名其妙的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可能很多朋友会以为很亲切 有句话叫信春歌得永生 另外李宇春 你看这是一个大学宿舍里三个学生 真的就是膜拜春歌 膜拜春歌 信春歌得永生 你再看下一个 不要迷恋歌 歌只是个传说 这都是流行词 当年的那个季末党 什么贾君鹏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你比如说 他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比如说最早是李宇春 但是到后来 说什么春歌 春歌 已经跟李宇春没有什么关系了 范指什么呢 范指什么 像这个歌是传奇 这个歌是什么呢 这个歌不是那个春歌 春歌我也搞了半天 其实我也搞不懂 歌吃的不随便 是寂寞 就是等等 包括这种 你想讲 就是我的意思了 第一人称的某种 对 歌是自称 就是我了 然后后来还出了一个歌呢 就是他们那个是超女吧 唱歌的 叫曾 曾一可 快乐女生 对 就是曾歌真爷们 最早是说春歌 最早说春歌 对 就有这么一些词 而且呢 那个时候叫寂寞党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挺新鲜 你们的徐老师不一定听说过 叫悲剧党 悲剧 亚利斯多德 不是 你看他这个演化 现在动不动就说呀 这个人生就像一个牙缸 它里边不是悲剧 就是喜剧 就是喜东西的喜 千万不要变成餐剧 餐剧呢就是惨剧 你要进行语文学的追根溯源 据说开头是义中天 讲三国 来了那么一句悲剧啊 然后就网上啊 然后传到后来呢 也是跟那个first reason 第一个原因没有关系了 变成了一个自行演化的语言现象 你看 他说的悲剧是杯子的杯 一中天说的就是悲剧嘛 但是呢 这个在网上都有了搜索悲剧 悲剧就是杯子的杯 工具的剧 这个词在网络上已经成功替代了谐音的那个悲剧 风靡各大论坛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啊 它发展出来的 我给念一段啊 终极版 人生是一只茶几 上面放满了悲剧 就杯子 而本身就是悲剧的我们 还非加上茶叶 自以为跟别人没有茶具 自以为跟别人没有茶具 结果人人都说 咱们现在要用就用餐具 就惨具 我们在沉默中灭亡成了文具 在沉默中爆发成了火具 我们想明哲保身都成了面具 我们想一名惊人都成了惊具 不能再次相聚 指手相看泪眼 成了墨具 生活是自己的悲剧 别人眼里的喜剧 这个新鸣歌 这个就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 这等于是一种新鸣歌 我我再给你来一个 我我这也挺神的 我跟你讲 就是就是什么呢 呃 那天呃 开哥哥哥哥哥哥哥跟那个会嘛 我看见一个国家发改委 原来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好像很重要 我一看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前真不知道这个发改委 发改委以为是改头发的 对 但是我那天看见谢正华了 他是应该叫谢正华吗 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 在哥哥哥哥哥跟的那个会议上 就是讲中国就是牛牛 他们不像话 这是那个 我意外的收到一个跟国家发改委幽默一下的 他把发改委出台的一些事啊 跟地球上发生的另外一些事 时间确实是非常巧合 从中你可以看出这个发改委的作用力 你看我给你见点啊 今年啊 3月25号发改委上调油价 美军F22坠毁 6月1号发改委上调油价 法航巴西实施 6月30号发改委上涨油价 也门航空科摩罗空难 7月15日发改委声明油价还未到位 伊朗离海航空坠机 9月2日发改委上调油价 印度直升机坠毁 11月9日发改委宣布将上调油价 肯尼亚内罗币飞机实施 为此中国政府郑重声明 未来战争中绝不首先动用发改委 是真的假的 这网上的这些 估计有可能是印臭的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说 它上调油价也特别频繁 不知不觉它都在上调 所以有些可能没事 有些就正好撞到有事 没错 最近还有一个字 他们说值得说 就是今年啊 要是选个年度汉字的话 人家有人说要选个背 我觉得这个背啊可圈可点 你看今年都有这个 而且后边都附着的有这个公众事件 被自杀 是吧 还有叫什么呢 很多 被就业 被就业 对 还有被离婚的 对 这个还有个什么来着 说被主持 甚至还有人说 说那天张润发哥 拉着那个朱军的节目里 下跪来了那么一场 说是被主持 对 还有个被 但是这无论是哪一个 但这个被的用法到了后来呢 已经用了不一样了跟原意 对 因为这个被呢 它原来这个字巧妙的地方在哪 在它后面接的那个词啊 总是包含某种主动的意思 辞职应该是你主动的 对不对 对 如果你被炒鱿鱼 就不叫辞职嘛 对 就业也是一个主动的 我去就业了 也不应该是被动的 自杀那更加是自己的 对不对 离婚也是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是 这些字前面都加个被 就是说你是被迫自杀 或者被人自杀 那么但是用到后来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说被离职啊 被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被它原来显出那种很矛盾的 很尖刻的那个意思 反而就不见了 我觉得现在 但它原来那个意思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它很说明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被就业 被自杀 被离职呢 首先这里面就是 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人的个人意志 被人否定了 对 个人意志被扭曲了 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在强迫你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是这些被什么 它首先出现 又是在媒体出现的 就比如说自杀 一个人在看守所自杀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消息呢 是因为这个看守所的人要对外宣称 说他是自杀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呢 他这里面有个背景 其实他不是真的自杀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有个什么背景 这个背景是首先今天中国传媒力量是大了 所以很多部门很多官员他需要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瞎做一个词 然后把这个责任呢 转移到某个受害者身上 或者某些人身上 这种情况就可以叫做背什么背什么了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定义 我对这个字啊 粘度于返 对我对这个字深有感触 因为你看你也了解 我我这个人性格啊 是个被动的人 就所以呢 我就觉得现在流行很多词 比如说被代表啊 被就业 被自愿 被捐款 我不有的想起啊 在中国很多人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权利 你你决定不了什么事情的 你的很多情况下 你比如说被代表 就会有这么一个人 有这么一种观点 有这么一种学说 你都咱就怎么说 假人民之名 谁聊天都聊人民呢 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 这个中国要要想有希望 真正走向现代化 我认为留留留留留两件事 一个是个人化 一个是具体化 就是我那天跟他们讲 什么小丽他们 咱们那个女主持都是什么爱心大使吗 对吧 我当不了那个 我说我当私心大使 我觉得我这辈子 要张扬一个私字 比如说捍卫私人财产 捍卫这个这个私人的权利 对吧 因为我觉得私字没搞清楚 公字就太容易被人利用 你知道吗 你先没搞清楚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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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利益 你这些没分清楚的时候 那么你看 太容易有那些骗子野心家大忽悠 谁都是说 人民群众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我想起过去 我我有一个电台的老领导 我跟他提一个意见 对我们电台 我觉得我的老领导就非常尖锐 我说这个同志们都反映了 咱们部里啊 怎么怎么着 他马上打断 我说 都是同志们的意见 还是你的意见 你明白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背什么人 咱们就说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背什么人 以我们的名义 把什么东西给弄到他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背的普遍流行 就是说个人的主权的缺乏 对不对 就自己对自己的 自律的意志 被人扭曲 自己的意志得不到实现 那普遍的反映 自己的意志得不到实现 反过来也说明 自主意识的提高 以前背了还不知道 现在知道背了 至少拿来调侃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 人大代表 现在知道你是背代表 今天他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词 就表示有关单位 他需要出来解释 对 说这个人 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自杀的 这以前可能不用说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现在背自杀的出现的前提 就是他得出来说了 所以背这个词 能背这样的讲说 已然反映了我国的进步 哎呀 情世大好 我们是背说话 这个表情 最后见 你说这个背代表啊 我又想起 今年不还有过那么一个事吗 河南的那么一个官员 那个字是叫陆吗 叫陆军吧 然后记者采访他一个什么什么建筑房子方面的问题 规划局的吗 规划局的 问记者 哎 你今天是准备代表党说话 还是代表人民说话 对 结果被全国人民骂声一片 后来被搞下台了嘛 对对对 被辞职 被下台 被下台了 但是我想说这个背字啊 虽然我们刚才说 代表着祖国的繁荣昌盛 情世大好又进步了 自主意识的抬头 但是呢 他也有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 虽然要对传媒解释某个事情 它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他这个解释 能够用上背字去形容 他就全都在说谎 或者几乎都有说谎的嫌疑 说一个人是自杀的 我们说为什么叫背自杀呢 是不是你说他自杀 其实他是背杀 所以叫做背自杀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就在说谎 就是今天所有凡事 能够用背字去形容 比如说被就业 明明就业人口没那么多 对对对 你就说大家都就业了 这不就在说谎吗 是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 或者某些官员啊 他觉得有需要对传媒说点什么 要解释点什么 这个解释 第一 他是要扭曲了别人的自主意识 自立意志 但他觉得得开诚布公 但是一说就是谎言 但是也有的官员呢 尽量避免撒谎 也有了另一句流行语 中央台都报了嘛 天津那边一个官员 就说关于天津公路收费 不合理的问题 然后记者采访他 说你们天津呢 这个公路建设 每年这个需要是回收的当年的贷款 收回来没有 还有多少 然后那官员讲 这事吧 不能说太细 这现在是网络的流行语 一聊什么 就是这事不能说太细 那被子的普遍流行 还代表现象 因为你知道 背后面就是 他的那个 本来的主体 不是主体了 那么本来那个主体 在这里面是被忽略掉了 被取代了吗 被取代 就是你是背什么 比方最简单的一句话 背封杀 被谁封杀呢 不言而喻 不能提 不用说 不能提 谁都知道 但只要你这个东西不提 大家好像就是都能够理解 这是怎么一个情况 你被离婚了 你被离职了 你被 什么时候被代表了 你看你被谁代表了呢 你被谁离婚了呢 你被谁封杀了呢 这个主体呢 引掉了 大家不约而同的引掉了 这个现象是一种 我觉得是网络 民众发泄怨气 跟意识心态管理之间的一种 compromise 是一种 妥协 才形成了这样 就既揭露这个现象 又不直接讲这个主体 但是这个主体 也不一定是同一个老大哥 对 他有时候可以不停变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有一些 中国很流行一件事 我们都遇过了 就是有些机构 他比如说要办一个什么活动 他就对外宣布 说邓文涛来参加 来主持 没错没错 其实他从来没听过 也没答应过 然后他都公布 记者都找上门了 他问你 邓文涛你去吗 他说我没听过 他有那个书啊 这个也是被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那个推荐语都写在书上面 对对对 我也常遇到这事 其实讲到底就是个人的人权 就是人权 就是个人的权利 被侵犯 但是呢 你又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情况下 才用这个被 比方我们的节目 不是老是被银克松吗 被银克松 对不对 这就很简单 你不去讲那个执行者了 你就把执行者忽略掉了 你为了避免矛盾计划 你看 但又要表达怨气 你看呢 我呢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被 他们说进入被时代 跟这个 我觉得我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对吧 跟中国人的人性也有关系 好比方说啊 我惧怕选择 我喜欢被动 有的时候啊 你爱被 你看我在凤凰 咱就说所有的主持人 我从来都是被要求做什么节目 我很少说 我我我我领导 你给我一个黄金时间 给我一个 我要干什么 很少 因为说实在话 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很多时候处于一种 没有理想 没有信仰的这种状态 于是呢 在于什么呢 都是被动的 你交给我一个什么 我我就去做好他 这样我也觉得比较踏实 而且呢甚至能够阿Q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你说被银客松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看那个银客松啊 我这个难过 不舒服 我不是 咱的节目缺了什么 我会看呢 他那个照片呢 还真的 很美 开始欣赏这个 我绝不是给人家这个这个调侃啊 我我觉得有这个这个黄公望的这个付出山居图吧 世界还是什么的 这个他那个那个背后的那个黄山的那个山呢 我看了之后我真是神亡啊 我觉得我这些烂节目真是比不上祖国的这个 整个节目银客松算了 我想我该去趟黄山了最近 你看我就说一个被动的人 他在种种被的情况之下 也不是没有生活的享受 他照样可以提炼他的艺术 他照样可以自觉的气说话 就像当他海外访问人家说说中国作家创作自由啊什么事 太自由作家写不好 没错 作家呢就要像平和木这样 全辱啊 我跟你讲 但是这是没办法 但是他一定得这样想 就是说我们在平 你在平常跳舞不稀奇 可你在平和木上还能跳舞 这就是你能多少年来 中国作家就是这样背写作的 你这个那个阿诚老师也不光中国作家 阿诚老师跟那个台湾那个朱天文 我记得讲过一句名言 我印象很深 他就说你找到了限制 你就找到了自由 可艺术化是这样 咱们是找到了迎客松就找到了灵感 你们这个说法有一个危险 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第一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犬儒 这种心态其实就很犬儒了 就是说呢 我背人背了没关系 我自己还很快活呢 我也没有什么价值观 我也不关心社会现实 我怎么个背法都行 可是我们要注意 今天中国有种反向的趋势 我叫做逆向犬儒 什么叫逆向犬儒呢 是这样的 有些人他对背来背去背了几十年非常不满 他非常不高兴 他看什么都不顺眼 乃至于他有时候 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很多这种愤亲啊 愤亲两种嘛 一种是爱国愤亲 一种是骂国愤亲嘛 你知道有一种就什么都骂 你看这些什么都骂的人 你觉得他好像很关心政治 很关心现实 很有理想 很有想法 真的吗 不一定 为什么呢 他是这样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写了些东西 他做一些事 是可能会改变一下社会 有点好处 有点作用 他一来就跟你说 哎呀 你说这没用 干这么一点小事没用 中国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都动不动就跟你来 这中国问题是根本问题 当你什么都上升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 你再问他 那你觉得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这其实还是一种犬儒 就什么都不用做 其实他也是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要判断 这是一种逆向的犬儒 所以你知道悲剧 最后被变成了悲剧 这个就是最好的被 这是一种调侃 好 导演说要被去广告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被广告就是 你知道还有一个挺火的词 今年叫临时性强奸 对 这个 是浙江湖州派出所两个协警 执法犯法 在宾馆趁着女子喝醉酒不备 就把人强奸了 然后法院最后判 就说考虑到这俩人 属于临时性的极易犯罪 犯罪之后认罪态度比较好 所以呢 轻判一夜之间 神舟大地到处发帖 就是说临时性强奸 这个祝贺又一个新名词 诞生了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媒体 力量强大 政府官员包括法院 他常常要解释一些事 他们就深造很多很奇怪的字眼 来忽悠大家 强奸还有临时的吗 你说这个哪一个强奸不是临时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结婚是永久性的强奸 没错 又或者呢 比如说我看上一个女的 我三年前就想强奸她了 这个才叫严重强奸 对不对 这是严重的 那你有意强奸 对吧 但是半夜路上看到一个 把她敲晕了 这个是临时的 对 你那是有意 三年前你有意的嘛 他们俩有预谋的 看见这个女的喝醉了 砰一下性欲起来了 你就无意当中就把她强奸了 无意当中 我也可以发明 有无意强奸 无意强奸 因为他还可以说呢 他还可以说 我是没有意识的状况了 对不对 我也喝醉酒 或者说我情欲太冲动了 我失去理智了 这是无意强奸 香港一个毛三师傅 没错 香港一个毛三师傅嘛 他们做法嘛 就把女的给发生性关系 最后人家告他了嘛 他老是说 人家那个良母啊 幸运不好 他就跟人家给运嘛 然后就 然后告他 最后他解释嘛 他说我是请了官公来 官公到我身上 跟他发生关系 我一点都不知道 有没有射精 也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背信交 对背信 但是我还是背信交号的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们不要告我 我请了官公嘛 你告我官公 告官公 接下来问您不出 走向2010 一模一天会干这档事吧 官公叫艺人了 官公 是吧 官公 官公